宋朝由于独特的制度与风气 致使宋朝军队的战力相对较弱 但是这并不是代表宋朝没有能争善战的将军 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 我们所敬佩的人有很多 比如京中报国的岳飞 西汉名将获取病 再比如满门中烈的杨家江 这些英雄尽管出生的年代不同 所处的背景不同 但是跨越百年的岁月 他们的身上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品质 那就是爱国与奉献 现如今人们大多是通过影视文学作品 来了解杨氏这一家的 而了解的对象也仅限于杨老林公杨继夜 与儿子们这一代的故事 那么杨家的后人们如何呢 其实杨家的后人有一脉 曾割据地方六百年 历经了宋 元明三朝 现如今 人们所说的杨家江多指的是 自杨继夜开始的杨家三代人 即杨继夜 以及杨继夜儿子一代的代表杨延昭 以及杨继夜孙子 这一代的代表杨文广 杨继夜是杨家江的第一代人物 曾经是五代时期的将军 凭借着手中一把九环金锋定送刀 征战四方 后来归降宋朝 为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负责在前线抵抗辽军来犯 在数次与辽军的对战当中 杨继夜作战勇猛 率领部下屡历战功 先有败继 因此又被人们称之为杨无敌 杨继夜功绩颇多 许多关于杨家将故事当中 都是以杨继夜的事迹为主 然而 让人惋惜的是 这样一位忠勇名将 没有牺牲在保家卫国的正面战场之上 而是由于受到奸臣的设计 而被敌人擒获 在被俘之后 杨继夜面对敌人的利诱 与酷刑不为所动 最后绝食三天 自尽而亡 杨继夜的事迹感人肺腑 杨家也是满门中烈 他的儿子们也大都牺牲在了 与辽军的对战之中 杨家将第二代的代表 就是杨继夜的第六子 六郎杨炎昭 杨炎昭的功绩 虽然不及他的父亲 但却也是在宋朝鸣满天下的英雄 他自小便对于兵法 战阵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长大后 更是经常跟随杨继夜一同出征 凭借他的才智 在战场上也立下了许多功劳 在杨继夜去世后 杨炎昭子成父业 镇守边疆 曾数次抵御辽军的入侵 功勋卓著 官位升至高阳官 复读部署 终年57岁 杨炎昭故去之后 杨炎昭的第三子杨文广 成为了杨家将新一代的代表 与祖父杨继夜 父亲杨炎昭相比 杨文广无论是在功绩上 还是在名望上都与他们相差甚远 但他也未曾辱没了杨家将 忠烈满门的威名 他曾因讨伐海贼有功 机缘巧合之下 结识了范仲淹 自那之后 范仲淹便一直提携于他 也让他仕途之路颇为风顺 在于西夏的作战过程中 杨文广汇至镇图撰写策略 但还没等到朝廷批准 他就不幸病史了 现如今 人们所说的杨家将 实际上只带的就是这三代人 至于许多影视文学作品中 所提及的舍老太君 杨门女将 杨八妹等等 虽然有一些人物确实存在 但是尚未找到与他们上阵杀敌 或者指挥战斗的相关记载 而自杨文广之后 杨家逐渐走向下滑 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因此之后 对于杨家的记载较少 杨文广此后 杨家后代究竟何去何从 这在历史当中并没有明确地记载 但是作为名门之后 尤其是对于这样满门中烈的家族 后人从未放弃对杨家后裔的寻找 最后 在种种资料中发现 杨家将的一只后裔 居然割据地方长达六百年之久 根据明代宋连的杨世家传中的内容 可以发现里面提及到了杨延昭的另外一位子四杨冲广 杨冲广本来只是墨州刺史 在初始广西的时候 结交了一个人 这个人便是当时 波州的宣服是杨昭 通过了解发现 杨冲广乃是唐朝阳端的后人 他们一脉 已经在波州生活 发展了数百年的时间 说是波州当地的霸主都不为过 这样一来 杨冲广便与杨昭是同宗 两人都姓杨 自然分外亲切 后来经过通谱 发现两人是同一个祖先 也就是汉代的红农杨氏 因杨昭西夏无子 杨冲广就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杨昭 从此守卫波州者 全都是杨家后代 杨昭去世后 将宣服使之位传给了杨昭 自此之后镇守 统治波州的变成了杨昭一脉 也就是杨姬野一脉 宣服使地位特殊 再加上杨昭一脉 在波州数百年的经营 致使他们一脉在当地 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毫不客气地说 在当地杨家的命令 要比圣旨还要好用 而杨昭接手之后 在原来杨昭的基础之上 再次扩充了 当地的军事实力 以及经济实力 使波州又一次地得到了发展 宋末元初 由于元朝碍于波州杨家的实力 因此在对待波州地区时 采用的是昭安的政策 而当时的波州杨家 眼见宋朝大势已去 为了保存实力 也顺势同意了元朝的招降 虽然表面上 波州要归元朝所管制 但是实际上的画室人仍然是杨家 就这样 波州杨家与元朝廷 在波州的管理上一直心照不宣 直到元朝覆灭 袁末明初 波州杨家又顾忌重施 再次投向了明朝的怀抱 而明朝廷对待波州的管制问题上 也同元朝一样 杨家在波州的地位也一直未变 杨家对于波州的统治 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 作为统治一方的土皇帝 杨应龙肆意妄为 杀人成性 朝廷为了防止土司做大 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来削弱波州杨氏的实力 但后来杨应龙 与其他势力交恶 四面树敌 当时杨家的杨应龙 公然起势 野心逐渐膨胀 已经开始入侵 其他地区 企图将政权割据 反对明朝的统治 直到朝廷率大军 前来攻打 杨应龙与明军大战了数年 最终在波州之战中 杨应龙战死 截止到当时为止 波州杨氏家族烟消云散 杨家江的后人 也彻底失去了历史记载 杨家一脉 才淡出了历史舞台 从宋朝杨贵 被过祭给杨昭开始 到明朝杨应龙殉命 他们这一脉 整整在波州 战地为王了六百余年 历经了宋朝 元朝 明朝三个从朝代 这也反映出了杨家血脉 在波州当地势力的雄厚 作为杨家将的后人 虽然割地为王 他们这一脉 表现得与先祖杨基业等人的 忠君爱国有所不同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们却要比最开始一代的 杨家江过得更加要风生水起 这样看来 杨氏一共有两脉 杨家将一脉 始终坚守在边疆 坚守朝廷的北大门 虽然只有三代人的短暂时光 却名垂古今 家喻户晓 反观波州杨氏 虽然雄霸一方六百年的时间 但是后来 却因为野心膨胀 留下了一个谋反的罪名 真是令人可悲可叹 杨氏雄霸一方六百年的时间 感谢观看